好 另外一个事故是在瑞穗乡台一九县的249.4公里处 那么在20号的晚间是发生了一起自转电线杆的车祸 那么自小客车撞得烂如废铁 而36岁张欣驾驶是当场没有心跳 那么送医不治 而车上一名孕妇是多处的擦伤送医治疗 华丽县消防局付缘分对9月20号晚间10点27分 接获指挥中心通报 华丽县瑞穗乡马兰沟西桥北上车道有车祸救护 副员分队立即派遣车组前往 到达现场之后 车上两名患者已经脱困 男性驾驶呈现无呼吸无心跳情形 宣传民众正在实施心肺不输数CPR 救护人员立即接手急救 并将患者送荣民总医院凤林分原救治 伤众不治 现场民众正在实施CPR 副员911立即接手实施CPR急救 并尽速将患者送往凤林农民医院 立民女性乘客意识清楚 多处擦伤 怀有6个月身孕 经过救护人员伤势处理之后 送农民总医院育理分院治疗 多处擦伤怀有6月身孕 由瑞瑟911处理伤势后送往玉璃农民医院 警方表示家住花莲市的张姓男子 9月20号晚间驾驶自小客车由台九线北上 行星249.4公里处时疑似车速过快 不胜自撞电线杆 详细事故实行带送检验单位分析 离清照应 记者高双双瑞瑟香采访报道